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朱艾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日本张国群雄 我们接着来讲日本的茶圣千里修 千里修对于茶道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 就是他改变了人们唐物唯美的固有观念 大力提倡合物的艺术审美价值 确立了合物在日本茶道中的正统地位 从而宣告日本草庵茶道的全面形成 所谓唐物就是从中国大陆传来的物品 而合物指的就是日本本土制作出的茶道物品 在日本茶道的长期历史中 人们把使用和拥有唐物看作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 合物往往是作为唐物的代用品出现在茶会上 也可理解为是在无奈的情况下才被使用的 那么千里修却改变了这种状况 它使得合物成为真正的艺术品和鉴赏对象 成为人们竞相珍藏的宝物 如乐瑶的黑茶碗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由于中国传入日本的鉴展碗 必成45度的坡形 碗底狭窄 而日本加工改制的茶障头部宽输 茶障的鉴展中无法挥动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 千里修特地请来了陶工长次郎帮忙 经过长期的努力 陶工长次郎终于烧日出适合于日本草安茶道的乐瑶茶碗 乐瑶茶碗由于失以黑幼 又被称为乐瑶黑茶碗 由于乐瑶的黑茶碗是由手工拉屁而成的 外形粗糙 但是其粗糙及通底黑色 却构成了其雅酌的风格 从而更能融入草安茶室的氛围 备受千里修的喜爱和推崇 此外呢 乐瑶茶碗还被赋予了比唐物茶碗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此以前人们对待唐物 大多只注意它的工艺是否精良 但是对于合物在千里修的提倡下 人们开始接受合物的艺术审美价值 并且着眼于他的个性风格和特殊的经历 以此冠以特别的名号 比如千里修曾经持有过一个乐瑶茶碗 因为他一直真爱到他年老发期 所以命名为茂蝶已是纪念 又比如陶宫长子郎 第一个杰作茶碗被命名为大黑 第二个并被命名为次郎 似乎是被当作了大黑的弟弟而别有一番情趣 正是乐瑶茶碗其丰富的文化内涵 而更加适合于草案茶道的使用 从而迅速的得以认可和普及 其次呢 就是千里修亲自削竹 制作竹花叉竹茶勺等合物 不仅使茶道更加的坨化 而且使日本茶道进一步的民族化本土化 千里修利用竹子自然不同的曲线 斑纹和外形 制作出来圆成寺 长叶和尺八 这些朴实 而又不乏淡雅的竹花叉 此外呢 千里修还在各个竹花叉的后面打上孔 从而将其挂在茶室的墙壁上 柱子上 不仅为日本原本就狭小的茶室 节省了空间 而且又丰富了草案茶室的室内装饰 此外呢 千里修还是日本竹茶勺的定型人 其原因是 日本人用中国福州烧制的黑幼小罐 作为成茶粉的容器 但是小罐的瓶颈很窄 而中国式的大茶勺就不能使用了 所以呢 从竹田珠光开始就予以改制 但是他的造型仍然不甚完美 经过千里修反复的努力实践 一系列形态修长 风格各异的日本式的茶勺就产生了 很快就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其中名为浪和泪的两只最有特色 浪的特点是千里修利用竹节的曲度 令茶勺的中部向上突出 使之整体形成波浪型 而泪则是千里修利用竹节 分叉处的深槽为咬茶处 使之更加便于使用 而这只茶勺还有其特别的意义 这是千里修被风筝秀吉赐抛妇前 置给大弟子古田织布的遗物 所以呢 被命名为泪 就这样千里修将普通的主才 点化成精 赋予每只茶勺以生命 千里修这样伟大的茶道艺术家 创造者 创造和设计了一件一件 合物的艺术品 从而不及使日本茶道 进一步与日本的本土文化和习俗 相结合 推动了日本茶道的本土化 民族化 而且改变了人们头脑中 唐物为美的观念 逐渐认同和接受了合物的艺术审美价值 确立了合物在日本茶道中的正统地位 除此之外 千里修还从茶道的性质 茶道本身等方面 改革和完善日本草岸茶道 从而使草岸坨茶道全面的形成 那么再来看看 在千里修手中发扬光大的草岸茶 茶道美的原点 这就是那个坨字 这个坨汉字呢 就是医生化坨的那个坨 那么在日本 坨是用来表达茶道的根本理念的一个字 翻译成中文 就是空济的意思 坨原本是在人心情很不好的状态下 所使用的具有消极意义的词 有着寂寞贫穷苦闷的意思 后来经过茶人们 以一种超越现实世界的精神和积极的态度 从悲观的意识中予以升华 从而进入无所不包的空济的境界之中 并且肯定了这种 有破损有缺失 苦恼无奈的空济之美 进而呢 就是坨这个字 成为了日本茶道的理念之一 最早对坨的意境进行解释的 是五叶少欧 他的解释是 哭而寒 在他写的坨之文中 他说 坨之词 故人多勇于歌 今将正直 谨慎 不交不奢 为之为坨 一年之中 为十月 可为之坨 那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出 在五叶少欧的思想中 坨的实质 就是正直 谨慎 不交不奢 那么在红叶浪漫的季节 结束之后 迎来了枯树秋风的季节 那么这一时期 便是坨了 那么在五叶少欧 提出了坨的概念之后 千里修又是做了哪些创造性的突破呢 那么有意思的是 五叶少欧和千里修 都通过和歌 来表现过 他们对坨的艺术境界的理解 温叶少欧 他所引用的那首和歌 讲的是 远远望去 花雕夜落 只有海边的沾房 秋时的黄昏 从这首和歌中 我们可以看到 温叶少欧 以花和红叶 来比喻 书院台子茶的 庄严豪华的气派 认为茶人 只有经历了 庄严豪华 多姿多彩的 书院台子茶之后 才能体验到 在无穷无尽的欲望中 不得安宁的那种 深沉的悲哀 这时候 才能够看到 海滨的茅草屋 才会看到 真正意味着 驼字的那个住家 否则一开始 不会安住在 空寂的茅草屋的世界 必须是先看到 花和红叶 都在秋天中逝去之后 大地成为 无一物的状态之时 才能够领悟到 空寂的精神所在 这种空寂 是一种消极的否定 是曾经沧海 难为水的 那种落寞式的否定 那么再来看看千里修 他也援引了一首和歌 这个和歌的内容是讲 让那尽是等待花开的人 且看山村积雪间的 草之春吧 我们可以看到 在千里修的 茶道世界里 他认为 世上的人们 只会欣赏 华丽浪漫的花和叶 而当大雪纷飞的时候 就只能消极的等待 春天的再次到来 可是却不知 在深山积雪之下 一颗春草早已长出 并且迎向阳光 传出了春的气息 生活再次充满了 活力和朝气 所以呢 人们应该积极的去 积雪山间 去寻获那颗小草 所传出的春的信息 由此可见 比起五野少欧的 驮查的境界 千里修的境界 更加的积极 富有创造性 山村积雪之地 比起海滨的秋木 更加的残酷 但是其中却孕育着 一颗春草 这相比五野少欧的 海滨的茅草屋 更具有生命力和跃动感 这就是无一物中 无尽藏的意境 是在否定之后 所获得的新的肯定的美 此外呢 千里修提出的驼 是以贫困作为根底 贫困是驼的本质构成 所谓贫困是指不随世俗 诸如财富权力名誉等等 就是不执着于分辨生死 善恶美丑荣辱 就是随缘任运 顺其自然 无拘无束 无所执着 企图从贫困中 感受一种超现实的存在 所以千里修为了贯彻 驼的思想 而强调草安查 不能被物所求 必须是以心征服物 主张去掉 查道中一切人为的装饰 追求朴素的情趣 超越人力而回归自然 作为千里修对查道的追求 那么千里修对查道 最终极的贡献 是在于 他给查道定了四个字 这四个字就是 和 敬 清 记 直到今天 这四个字都被看作是日本查道的法则 和伦理规范 是查道最重要的思想理念 被称之为查道四地 或者是查道四规 那因为这四个字的内涵 与禅息息相关 所以四地的确立 也使得日本查道成为了一种 查人修行的在家禅 其实呢 在千里修之前 村田朱光也提出了查道的理念 他提出的是 一味清静 法喜禅月 赵州知此 陆语未曾知此 人入查世 外阙人我之相 内序柔和之德 至交阶相之间 谨息静息 清息济息 足以及天下太平 千里修在这个基础上 只烧改了一字 而成为和 敬 清 记 丰富了查道思想的内涵 也更能体现查世的全过程 这四个字 每一个都有其特定的含义 但是要将四个字统一起来 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则 第一个字和 公元604年 日本圣德太子宪法十七条的第一条 就是以和为贵开着头 这是圣德太子对臣民的教诲 也是日本历史中和的意识的发端 之后就渗透到日本各个文化意识领域 查道也深受影响 和指的是平和和乐的意思 其中平和指的是形式方面的和谐 和乐则表示内在逾越的感情 二者结合在一起 才能充分的体现查到整个过程的精神 查试就是在外在形式的平和和内在情感的和乐 双重和的氛围中进行的 整个查试进行的过程中 既要有触觉上的和 嗅觉上的和 要有视觉上的和 以及听觉上的和 和不仅仅只是强调 是主人对待客人的和气 同时住客双方还要与整个的查试活动也要和谐 具体到查试上来说 一只茶碗的好坏并不在于它的外形如何 而是在于它给人的感觉 以及与整个查试环境的搭配 茶花的香气不能过于浓烈 而是要轻柔的泥漫在茶试里即可 同时呢 茶试的光线不能太强烈 渗入茶试的光线 是经过茶试外面树木的遮挡 再经过茶试窗子上的白色宣纸过滤 这样的光线总是轻柔的 诱人鸣响 风从茶试外树木的夜缝中吹过 与炉子上茶府的煮水之声交相呼应 在这样一种和谐的环境下 主客双方本着和乐之心 品评着抹茶 进行着心灵的交流 这是茶道所表现和追求的和的境界 此外呢 茶道中庭院的设计 茶室的布局 礼仪的程序 礼节的规范 都别具匠心的突出和的氛围 特别是小茶室 只有一张半塌塌米的大小 这更是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浓缩到咫尺之间 纯化了以心传心 以茶会友的情境 第二个字是静子 静的思想源自于禅宗 禅宗主张 我心既佛 万物皆有佛心 认为在真如面前 人人平等 茶道在一定程度上 是禅宗的另外一种形式 因此茶道不仅继承了 心佛平等的这种观念 而且还不断的升华和提炼 形成了茶道中 静的理念 静这个字 指的是尊敬 恭敬 严肃 谨慎 具体到茶道 就是敬事 敬业 敬物 敬人 在茶道中 最能体现这一理念的 是一座建立 所谓一座 指的是参与茶室的所有的人 而一座建立 是指茶室参与者的地位 都是平等的 相互之间要尊重 和谐相处 在茶室中 主客双方地位平等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彼此之间坦诚相待 开诚布公 如茶室中 令口的设置 就是这一理念的体现 在通过令口前 所有武士的配刀 都必须卸下 而且 无论地位如何高贵 都必须贵形而入 丰臣秀吉曾经写了一首和歌 表达自己的茶道看法 他的内容是 为深咬无底的心泉之水 才为之为茶道 对于狂傲自负的丰臣秀吉来说 只有深咬心底之水 才能够理解茶道 可见茶道 静的精神魅力 此外呢 禅宗认为 人要想成佛 必须除去 我偏 我直等 从而超越自我 而静的理念 则是实现 这种超越的先决条件之一 日本茶道的开创者 村田珠光 在新之文中这样说 此道 罪记 狂傲自大 固执己见 嫉妒能者 蔑视新手 为罪略之行 需请教上者 提携新者 而狂傲自大 和固执己见 就是自我 与我直 因此 只有真正领悟了 静的禅意 才能真正进入到 茶道的境界 第三个字 清 清是清洁 清静之意 同时包含着 整顿的意思 千里修 改革日本茶道 剔除掉 茶道中的 娱乐性 清洁 茶道本身 使之更加的 纯化为道 当然清 不仅仅指外在 形式的清洁 更注重于 对人灵魂的洗涤 对人心的清洁 茶室过程中 体现清的精神 随处可见 比如说 举行茶室时 主人在陆地上 进行了三路 并且在迎接客人前 主人要把 茶亭的树叶和石头 也要清洁 正如千里修所说 陆地 是浮世之外之路 是浮雀 新沉之路 而客人 在进入茶室之前 则要在 实质的洗手拨前 用勺摇水 敬手敬口 以示 敬身敬心 为了使茶室 一尘不染 甚至连碳 都要提前的 洗去浮尘 茶人们 正是通过 清洁外在的污秽 扩展到 人内心世界的 清静纯洁 千里修曾经说过 茶道之本意 乃为表清静 无够佛之境界 可见 清这个字 不仅是 茶道形式和内容的同意 同时也是 禅礼禅意的体现 第四个字 记 记就是空记 贤记 静记的意思 和陀字 同意 所以可见 记就是日本茶道 追求的最终境界 记的境界 也就是无的境界 从而摆脱了世俗的一切的束缚和羁绊 进入到无限的创造空间 本来无一物 无一物中 无尽藏 有山有水 有楼台 无就产生了有 正像千里修那样 充满了无限的创造力 一张扮塔拉米的小茶室 所有人都必须跪行的另口 看似简陆朴素的茶碗 可就在这些外在的形式中 具有日本特征特性的日本文化中的奇葩 茶道诞生 茶道四地 和指的是茶室中主和双方的平和 静指的是所有参与者的互敬互爱的情感 清指的是所有参与者身心清静无垢 记则要求茶人忘却一切进入到无的境界 从而进行新的创造 所以说最后这个字的记 它既是茶道追求的终点 也是一个起点 那么除此之外 千里修还制定了茶道的七则 哪七则呢 茶要提前准备好 碳必须要提前放好 茶室要冬暖夏凉 室内茶花要像野花一样自然 一定要守时 雨天要准备好雨伞 要把客人放在心上 所以茶室的四规七则 在整个茶室中 就是要求主人一切被客人着想 千里修所完善的陀的概念 以他提出的茶道的四规七则 这一系统的茶道理念 不仅使千里修发现和创造 一系列草案茶道的美成为可能 而且为日本草案茶道的以后的更好的发展 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指导